上场的这位 他的名字叫徐佳掌声 欢迎他 你怎么一路就跑上来了呢 因为我想赶快来到你身边 真的吗 看到你我身上也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来介绍一下自己 哈喽大家好 我叫徐佳来自湖北武汉 目前是从事与演出的制作协调工作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带我的外婆去德国 带外婆去德国 没错 在后面肯定有故事对吗 当然了 那我们一会儿跟你好好聊好吗 好 来吧徐佳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 开门大秘 你想抢先选手一步 揭晓门后的秘密吗 你想用智慧 实现自己的家庭梦想吗 快拿出移动设备 与我们一同欢乐吧 中国电视 首次采用二维码实施同步步动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与节目同步答题 迎娶家庭梦想 你准备好了吗 王老吉 开门大吉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 开门大吉 等一下 刚跟你握完手以后 我这满手怎么都是油漆啊 因为这个 是一个笑脸 你为什么要把它画在脸 手上呢 因为开门大吉 第一身的一道能够带给大家快乐的节目 所以你就把这张笑脸画在了手上 也是为了给你一个红色的印记 谢谢你啊 都印到我裤子上来了 你知道吗 这裤子是我跟我表哥借的早还呢 行吧 也冲着你这个乐观的精神 我们就跟你一起快乐到底 但是这小笑脸就会一直陪着你 是吧 我不能再碰你的手了 不然我这满手都是红的 来吧 第一扇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按响门铃 回来吧 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了 没错 什么歌啊 耶耶耶耶 耶耶耶耶是吗 对 确定吗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而且自己唱的还挺好 也会唱 那我们去开门试试了 好 来吧 全场的朋友们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街 想问问问我自己 想问问你在哪里 我想问问我自己 想问天问大地 一开始我从命 一开始我从命 结束我从命 结束我从命 从命的几乎都会掉落我自己 想问问天问问大地 想问天问大地 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 你也不必牵牵在说爱我 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 慢慢的拼凑 慢慢的拼凑拼凑 整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你也不必牵牵在说爱我 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 慢慢的拼凑 慢慢的拼凑拼凑 整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我不愿再放纵 也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朋友 也不愿再多混 再多说 再多说我的梦 我的梦 谢谢 欢迎歌手金池 掌声带次送给她 生活中的你到底是什么样 是比较搞怪的 还是像刚才歌唱的时候 有歌迷知道 活泼洒脱 好像也还好 是那种比较疯一点的女孩子吗 不算 但是可能是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 想留住童心的愿望就越来越深刻 所以就觉得自己应该很多事情都放开了 所以会比较洒脱一点 然后该开心就开心 有一颗童心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觉得 你看你转眼都快27岁了 24 再加10个 我们相信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年龄真的什么问题都不是 我觉得年龄是个数字 真的就是个数字而已 最重要的是永远要保持自己最年轻的状态 是是是 希望很多年以后 金池还是现在这种最美最青春的样子 好 我也希望 谢谢 再次掌声送给金池 谢谢 好了 徐佳 恭喜你 获得了一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谢谢 等一下 这样子 好好好 来 哎呀 这笑脸可把我看苦了啊 好了 徐佳 现在你打开了第一扇门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 接下来再继续走 好 来吧 请按响门铃 这是一首我外婆非常喜欢的老歌 外婆特别喜欢的歌 对 夜夜夜夜夜吗 那些歌我外婆也很喜欢 我没有代购 什么歌 小城故事 确定吗 确定 小城故事 到底对不对 成长的朋友们借我你们的双手 让我们期待 开 门 大 鸡 耶 小城故事 小城故事多 充满喜恨 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 我爱我 我爱你一串 风 大人 大人 和你一串 一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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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串 一串 一串 说一说 小城故事真不错 请你朋友一起来 小城来做歌 谢谢童谣给我们带来这首小城故事 这也为徐佳带来了好运 恭喜你家庭梦想 其实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那只手 笑笑这样 好的 好了 徐佳家在哪 武汉 武汉这么大的城市 你对小城这种情节 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吧 我曾经去过在印度的一个小城镇 而且在那里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你在那干嘛呢 工作 这种经历应该还挺不凡的 除了工作之外呢 其实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好朋友 还有包括 谁 如是招来 你懂的 真的 你找了个印度男朋友 没有 是哪里人 是这样子 他是德国人 然后当时他也是来印度工作 他是德国人 德国人都不太浪漫 我感觉应该是很严谨的 你们俩之间能有那种特别火花 特别浪漫的时刻吗 他心中很典型的德国性格 可能第一次见面会比较木嫩 然后我们工作的地方旁边就有很多不知名的那种大山 说话聊天 然后睡着了 然后最经典的是 你在山峰上睡着之后 我们两个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九点 然后你知道当你睁开眼睛的时候 就是 漆黑的夜空上满天的繁星 然后徐徐的风吹着你 然后你再站起来往下看 整个城市星光点点 然后在那一瞬间 你觉得可以跟你爱的人在一起 在那种环境上你会觉得一切都很值得 也真的是给你们这段故事给醉了 哎呀 真的是太美好了 你的男朋友还挺靠谱的 非常靠谱 他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他不会说花言巧语 他不会许 他无法实现诺言 但是他会默默地为你做事情 而且最好的就是 我能够感觉到我们在相识的过程中在彼此改变 彼此改变 而且是往好的方向去改变 希望你们修成正果 谢谢 好好加油啊 来 来我们说完了美好的爱情 擦擦口水啊 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下一关的挑战 第三站门 三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个德语的加油怎么说 加油 看来没跟人学德语 是吧 你多学习学习 加油 请按响门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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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猜出来了吗 你们猜出来了吗 没有 有人说当然了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on you too someone like you like you really yes 确定吗 yes 确定 那我们来研证一下 好 someone like you 是Adele的一首很著名的歌曲 但是到底是不是你听到的这个门铃 那就不好说了 圈长的朋友们 让我们给大家加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剑 We're born and raised in a summer I'm a haze bound by the surprise of our glory days I hate to turn up out of the blue and divid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ope to see my face And I should be reminded of glory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Don't forget me I beg I remember you said Sometimes it ends in love But sometimes it hurts instead I think I'll bless the worries I can't request a mistake is memories made Would have no way Bed us we This would taste I'm a haze bound by the surprise I'm a haze bound by the surprise I'm a haze bound by the surprise 谢谢郑鸿 掌声送给他 谢谢郑鸿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Someone like you 像你这样的人 像你这样的人非常不错 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 三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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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的成绩了 好的 徐佳 现在收获了三千元的 家庭梦想基金 亲友团 现在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吗 可以 都来谁了 一个人 但是他很重要 究竟是谁 来周群揭晓答案 好了 小妮 我看到徐佳说的 这位非常重要的人 就站在我身边 他跟徐佳 真的有点像啊 你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叫徐田 我是徐佳的姐姐 我和她是 同年同月 同日 从地 生 双胞胎姐姐啊 对 那是双胞胎啊 小妮 你猜他们之间 差多长时间 五秒 太快了 一看你就不懂了 你懂 你说 我当然懂了 双胞胎 有人说 你们差多少 是不是差一两个小时 那也是胡说 对 对 你说一下 因为把一个拿出来之后 马上另一个就要拿出来 所以间隔也就 大概一两分钟左右 我觉得你说的好恐怖 一个拿出 另外一个再拿出 我的翻西瓜 这个叫做爸爸的小妮 亲和一看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双胞胎 之间会有那种 很强的心灵感应 对会有的 你们俩的个性 会是什么样的呢 完全不同 对 完全不一样 如果说我是红玫瑰 她就是白玫瑰 刚刚那个田田在我身边说 她就是那种很内敛的 很羞涩的 而家家就是那种 很火爆的 很外向的 她是狂野心 Wow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双胞胎之间 居然还有如此大的差别 这个是我真的从来没见过的 为她加油好不好 好加油 谢谢白玫瑰 谢谢周群 给我们的红玫瑰 加油鼓励 红玫瑰 你看 永远都希望自己能够过着 最自由最快乐的生活 对 其实就像 这个衣服上写的 Young Wild and Free 年轻奔放自由自在 哪买的这衣服 印刷都这么不规范 手绘的 就是你自己画的 对 上面画的是 英文的Young Wild and Free 对 年轻 狂野 自由 嗯 还有 这个是Goku Family Goku Family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当时 我在印度工作的时候 我们住的那个房子 叫Goku Family 然后我们大概是有 十二三个人 大家每个人来自 不同的国家 然后就像你把一个 来自不同背景的文化 把它啪一下 甩在那白纸上 但是它融合成了一道 绚拟的风采 我们当时 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 我们十几个人 晚上白天可能有 各自工作的压力 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我们会在我们的天台上 一起喝酒 弹吉他 唱歌 聊天 凯梦想 看星星 哇 这个画面真的太美好了 这是我们 很多年轻人都向往那种生活方式啊 但是我把梦想 找到了现实 哎呀 挺骄傲的 所以我觉得你看 我们很多人都希望 渴望过这种自由的生活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 能迈出他这样一步 去体验大千世界的美好 那我们深深的祝福你 也向你学习 有时间的时候 应该多去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 去把自己的心 狂野一回 也不错哦 接下来 五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是藏在第四扇门背后的 你 可以走吗 耶 第四扇门 许家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请按下 门离 第四扇门 什么歌 大家应该听出来了吧 听出来了 什么歌呢 徐佳 是我曾经问过自己的一个问题 曾经你还问过这问题 那么爱你 为什么 哦 确定吗 确定 到底是不是这个答案 他的家庭梦想基金 能否积累到五千元 如果他答错的话 很遗憾 三千元都会清零了 徐佳 第四扇门很关键 到底对不对 来 让我们期待 开门 门 大 前准备 离开你 是啥 是对 是错 是看破 是软弱 这结果 是爱 是恨 或者是什么 如果是终解脱 怎么会 还有眷恋 在我心 我那么爱你为什么 兄弟心观念让我明白的说 无论你是光心套背 护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 不知白白任人讨厌 让人嫌疑啰 恨我的每天你认识过 你讲也讲不听 你听又听不懂 可能也不会做你作用作的好 你现在唱的这样的歌 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因为我生疑惑 跟你无困难的生活 过去的日子 仿佛偷偷偷在想我 想我的落魄 也想我的执着 也许把他爱你比我多 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 是堪破是软弱 这结果是爱是恨 或者是什么 如果是终解脱 怎么会还有牵连带我心魔 那么爱你为什么 谢谢吴嘉亮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莫威和黄品源演唱的 那么爱你为什么 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 已经积累到了 准备好了吗 五千元 好嘞 徐佳 已经打过了一半的大门了 他的梦想是带着外婆去 明白了 德国 原来在这儿呢 就是去你男朋友的国家 是干嘛你要结婚啊 为什么有这样的家庭梦想呢 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是因为和马尔文 真的已经很久 叫马尔文是吧 对马尔文 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面了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 互相在努力加油 说一起攒钱 然后希望有一天可以见面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外婆她其实年纪已经 今年已经73岁这么大 但是从来没有 哪怕是在国内 都没有长途旅游过 所以我真的很想 大家出去看一下 而且还很想亲眼见到马尔文 外婆也想见见她 外婆肯定会特别喜欢她 马尔文现在多大年纪 他今年和我一样 也是23岁 两个人都很年轻啊 你们俩多久没见了 有快一年了 一年都没见了 那谁知道 马尔文在那边 有没有 在找一个德国的女孩 还是找个中国小伙子 靠谱 我跟你说 没有 首先喜欢或者是爱一个人 和国际没有任何关系 感觉来了就是喜欢 或者是爱 第二个信任是感情的前提 信任是感情的前提 这个话从一个91年的 女孩子嘴里说出来 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我知道 为什么专门要带外婆去 说明外婆在你心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可以说从小时候开始 是外婆将我和姐姐带大的 从衣食住行方面照顾我们 可能她 她不是一个受过很高 很高文化程度教育的人 但是她有一些生活的大智慧 是我觉得对于我的做人 包括我以后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的 外婆身上的那种智慧是岁月沉淀下来的 所以这是任何一个学校 任何一个大学里所学不到的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你看你游历了世界 有时候你在你身边的人身上 尤其是在外婆的身上 你就能看到全世界 对 所以多多跟外婆聊天 你能成长不少 真的希望你今天梦想成真 带着外婆去德国 让外婆也见证你的幸福和爱情 好吧 一定可以 来吧 第五扇门 一万元 走不走 因为我的新歌 当然要走了 来吧 第五扇门 请按赏门铃 他上火 认准郑东王老吉 您正在收看的时候 郑东王老吉独家冠名播出的 开门大吉 有答案吗 应该有 很容易 真的很容易 嗯 什么歌 应该是一首王妃的歌 哪首歌 对吧 哪首歌 王妃的闷 闷 对 确定吗 确定 到底对不对 一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就这一个字值一万元 可能吗 可能 对吗 能开吗 可以 那来吧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吉 耶 谁说爱上一个不会假的人 唯一结局就是无至今的等 是不是不管爱上什么人 也要天长地求求一个安稳 噢 噢噢 难道真没有别的句话 不怪不得 能动不动就说到永恒 谁说爱人就在爱他的灵魂 否则听起来让人值得不诚恳 是不是不管爱上什么人 也要天长地求求一个安稳 你真相有那么的单纯 无可能 难道这没有别的可能 就怎么扯 我不要安稳 别希望我被爱到男生上的 爱爱爱好 我不怕承认 却最喜能 谢谢颜嘉欣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我们恭喜你 徐家家庭梦想基金 已经积累到了一万元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接下来一个不一样的机长方式 要来一个不一样的庆祝的方式 不一样的庆祝方式 德国式的吗 对德国式的 是大爆炸式的庆祝方式 我教你 大爆炸式的 先这样子先记一下 好冷的机长方式 来吧 一二三 怎么办 见好就收 还是勇往直前 怎么办 怎么办 其实我听见大多数的声音是说勇往直前 但是我觉得真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 所以你决定怎么办 我决定放弃 真的吗 对 你确定 确定 因为 其实我从 去年开始到现在走了很多路 我觉得有的东西 你要适当的 适可而止 有的东西要坚持勇往无前 在这里我选择放弃 但是在我的梦想上 我绝对不会放弃 哎呦 我以为你是个特别狂野的女孩 一路前行 永不回头呢 我会回头留恋过去的风景 但是我还是会一往无前 哎呀 这话说得真好 我会回头留恋过去的风景 但是 我会一往无前 那么我们就尊重你的决定 一万元的不够啊 怎么办 自己努力工作呗 那我们就尊重你的决定 徐佳恭喜你 收获了一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希望你真的早日带外婆去德国 好好地转一转看一看 也希望你能够爱情幸福 好吗 谢谢 感谢正宗王老 几位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 谢谢你来到开门大吉 左手 谢谢 谢谢